中国有关当局表示 将不再使用以所谓蓝天树 作为衡量北京空气质量一个标准的做法 这一做法已经维持了十几年 中国日报星期三引用北京一位高级环保官员的话说 蓝天树只是一个大概的数字 不能反映北京空气污染的特殊情况 这个星期早些时候公布的一份报告称 北京2011年有286天是蓝天 但是有关官员承认 这些数字一直与公众的感受不同 并表示今后不再公布这样的报告